为提升民众对失智镇及长照资源的认识 平东县政府长照处与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 携手合作办理阿姨上学楼失智友善电影特应会 县长周春敏出席特应会时表示 平东县已进入超高龄社会 对于失智及长照资源部件更是刻不容缓 期望透过电影的方式 让平东相亲更直接认识失智议题 那这主要这个纪录片是在讲一些失智的这个阿姨 那在这个照顾中心还有跟家人的一些相处 那我想这个看了很感动 因为我想失智还有长照都是我们生命的议题 那可以透过纪录片透过电影的方式 那不露痕迹的透过感情的传达 来跟我们相亲做一些有关于失智教育 还有失智知识的这个部分的大家探讨 那谢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已经都满场秒杀 阿姨上学了历时两年多筹备拍摄 以看见失智者的能力为故事主轴 描述两位主角在离患失智症后 虽然脑部认知退化导致人事物的遗忘 但对于过去正常的事情记忆依然留存 能有机会发挥所长 参与社会服务并实现自我 因而获得成就感 那这部片可以告诉大家的是 其实失智长辈在生活里面 生活即是负能 我们希望能够在社会的资源里面 让他能够创造更多 他有能力做的事情 也看见大家可以看见他的能力 而不是觉得失智长辈 被诊断为失智之后 所有的事情都不能做 所以里面其实是一个非常欢乐 也会有看到失智长辈的一些欢笑 那当然也希望能够让大家知道 社区的资源是非常重要的 屏东迈入超高龄社会 失智症盛行率也逐年增加 屏东县政府今年积极发展出更贴近需求 与在地经验的照护模式 也判透过电影特应会 吸引更多民众一起关注长辈及失智症议题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多关心他 不要说你只认为他失智 他的人格就跟人家不一样 所以还是要多关照 我觉得失智症本身是不好照顾的 不好照顾 尤其是你如果不了解这个疾病的话 照顾起来会很困难 需要他的人去协助 去了解这个疾病 对家人来讲会比较好一点 县福表示 阿吉上学楼预计于7月19日 与全台电影院正式上进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购票走进电影院观赏 当有失智症相关需求或一役时 也欢迎民众拨打1966长照专线咨询 记者张如意 刘建荣采访报道